那么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呢 就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顺势还是应该逆势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时候那么我们经常喜欢直接的一个回答就是 那么当然了应该是顺势 或者说我们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那么叫做这个跟你的跟趋势做朋友这样子 但实际上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么在上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我经常跟大家说的往往都不是趋势 那么我经常说的是方向 那么就是因为呢 后面我们要严格的来定义一下这个趋势 那么后面我们再用趋势这个词 在前面我们大多数用的还是方向这个词 很少使用趋势这个词 那么今天我们来精确的来定义一下趋势 然后我们再说 那么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顺势还是应该逆势 那么实际上你说趋势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对于趋势来说 我觉得它是一种惯性 或者说它是一种趋势 也就是说它趋势跟方向还是有严格的界定的 严格的区分的 那么所谓方向就是要么向上 要么向下 所以我们说多头市场或者空头市场 那么它是叫做是一个方向 那么什么叫趋势呢 趋势就是在多头市场或者空头市场 它运行的一个惯性 也就是说我们说趋势是多头 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后势依然会有这样多头的一个惯性 或者有一个趋势性 后势依然是趋势于多头的 那么这叫趋势 比如说趋势就是价格运行的一个惯性 或者我们说叫趋势向性 那么这是趋势 那么同样的 我们说方向有向上 有向下 那么对于趋势来说呢 它也有一个严格的区分 趋势我们分为三种 分别是 分别是主要趋势 刺激人反趋势和无需波动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 那么在趋势化分的时候 也分为三种 所谓这个中期趋势 长期趋势和短期趋势 然后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分析师 在分析的时候说 长线看多 然后中线看多 或者是短线看多 这样子 也就是说 他们会这样去划分 但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 这种长中短的划分 非常的不科学 这样的划分 非常的不科学 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 原因就在于 那么它没有明确的标示出来 这个长中短 相互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它只是告诉你 长期看多 中线看空 短期看多 这样的话 你就会比较的晕了 说那我到底是要做多 还是应该做空呢 它没有办法通过自身的关系 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而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这种主要趋势 刺激人反趋势和无需波动 这样的一种划分方法 那么能够让我们 去把握到 这种正确的方向 做交易 那么后面我们详细的说 我们这一节 先把这三种趋势的划分 说清楚 然后后面两节内容 我会告诉大家 那么这种划分 它比中短长期划分的 优势在于什么地方 那刚才我已经说了 就是这三个趋势 相互之间的关系 它能够告诉我们 那么当中短长期 方向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好 我们先来看 它们分别的定义 是什么样的 那么对于主要趋势来说 它的定义就是 主要趋势 就是在一波完整走势中 占据主要地位的方向 或者说占据主要地位的 一种趋势性 那么这叫做主要趋势 那么什么叫做完整走势呢 那么在前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就是一波完整的上涨的起点 或者是终点 那么我们当时也 反复强调了 这个完整走势的技术意义 那么对于这边来说 那么在一波完整走势中 占据主要地位的一个方向 或者一个趋势性能 我们称之为主要趋势 比如说 那么我们打开 欧元对美元走势的话 从这儿到这儿 这是一波完整走势 那么我们说 它的主要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毫无疑问 它的主要趋势是下跌的 然后 这是一波完整走势 那么它的主要趋势是什么样的呢 它的主要趋势是上涨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能够出面理解一个完整走势的概念的话 那么当我们去判断当前走势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清楚地去界定出来 它当前的一个完整走势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主要趋势的一个定义 那么什么叫做刺激者反趋势呢 刺激者反趋势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在主要趋势运行时候 它是在主要趋势的一个人 刺激者反趋势是在主要趋势运行的过程中 所经历的持续时间比较长 回调幅度比较大的一个反向走势 也就是说 刺激者反趋势 它是要逆主要趋势的 而且 它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 回调的幅度呢 也要大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下跌过程中 那么像这样的走势 我们都可以称为是刺激者反趋势 那么像这个上涨呢 它持续整体上上涨的持续时间就比较短 所以说我们中间仅有的一些 刺激者反持续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的长 但这个长短来说呢 我们说它是要相互去对应的 那么这是刺激者反趋势 那么什么叫无序波动呢 又是刺激者反趋势 无需波动是在主要趋势或刺激折返运行中 它所经历的持续时间比较短 然后呢回调幅度比较小的一个反向走势 那么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上涨 那么它是在主要趋势下跌的趋势运行过程中所经历的 持续时间很短只有两天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调 那么这样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无需波动 那么再比如说像在这个刺激者反过程中呢 我们看这儿有一个三天的上涨 那么这个呢也叫刺激者反 这是在无需波动运行时候的刺激者反 那个刺激者反运行中的一个无需波动 那么这儿我们所说所谓的无需波动 我们不是说它是没有次序的或者说不容易把握的 我们只是说由于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呢它的一个惯性或者趋向性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我们才称之为是无需 这个所谓的无需只是说它的持续性比较弱 那么这就是这三个趋势的一个定义 主要趋势刺激者反趋势和无需波动 那么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主要趋势它百分之百的会与次级者反趋势方向相反 只要主要趋势是向下的 那么刺激者反百分之百是向上的 而如果主要趋势是向上的 那么刺激者反百分之百它会是向下的 那么这是主要趋势和刺激者反 它们两个必然反向 那么无需波动呢 无需波动它有的时候它会与主要趋势是同向的 比如说这这个无需波动它与主要趋势是同向的 但是呢它与次级者反反向 那么另外有的时候呢 无需波动又会与主要趋势是反向的 那么它跟其他的次级者反呢会是同向的 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既然 既然主要趋势和刺激者反 它们两个是百分之百的肯定是反向的 而无需波动的方向呢 我们又不确定它与谁同向与谁反向 但它肯定是与某一个同向与另外一个反向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请问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做趋势 我们是要做顺势的话 如果说我们做趋势是要做顺势的话 那么我们究竟是顺谁而要逆谁呢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我们把刚才我说那两句话联合起来 就是我们要于趋势做朋友 我们要顺趋势做交易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说 如果说张三和李四都是我的朋友 然后呢张三从北往南走 李四呢从南往北走 那么这个时候你说 要我顺我朋友的方向去走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左右为难了 我究竟是自北往南呢 还是自南往北呢 所以做交易应该顺势还是应该逆势 这不是一句话简简单单就可以回答的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其实更准确的是 我们应该顺谁而又应该逆谁 对吧 那么后面我再详细的去解答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一节的内容是继续探讨这三个趋势 那么对于这三个趋势我们给了它一个定义 那么在这个定义中 我们要怎么样去详细的去划分出来它呢 其实主要趋势是最容易划分的 因为我们只要是能够真正领悟到了这个完整走势的概念 那么主要趋势就出来了 那么最重要的呢 就是无需波动和刺激者法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它 好 那么下一节的内容我们来说一下 这三种趋势的一个建立 一 Bryant 我看看 是不是 是 我 嗯 有